哈喽大家好 我是心灵嗨客的松明 如果让你来选择 是被多数人讨厌你的人生 还是被多数人喜欢你的人生 你会怎么选呢 被多数人讨厌的话 那你得过着周围都是敌人的生活 时时刻刻提心吊胆 多么可怕 你的幸福指数 最重要的就是来源于四个字 人际关系 那么这期就是教你 如何使用心理操控 让大家都喜欢你的人际关系 五大操控法则 欢迎来到松明的频道 操控人际关系排名第五的法则 同类性法则 有效性三颗星 学习难度 简单一学 有一项很有趣的调查 被测试人只是跟对方说了一句 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 对方对你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亲切 不过我好像也能感受到这种感觉 比如说在日本 突然有人跟我说了一句武汉话 我会瞬间觉得 他就是我的好朋友 我会对他卸下陌生感 倍感亲切 但是同一天生日 同一个出生地 这样的情况 不是任何时候你都能碰上的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无需巧合 也能增加和对方的共同性 就是和对方的话题共情 增加在交谈中的语气词 对对 真是这样 嗯 和我一样 平时可以对着镜子多练习 还有一招 就是将对方的心情语言化 很好吃吧 很伤心吧 很难接受吧 共情越多 共同点就会越多 双方就会更加容易的喜欢对方 尽量去减少一些 比如说为啥呢 或者是我不这么认为 这种反对性的发言 只会让对方瞬间反感你 操控人际关系排名第四的法则 自发性特征转换 这是一条非常有趣 且不可思议的心理法则 有效性 四颗心 学习难度 稍有难度 比如说小红对小黄说其他人的坏话 听说小兰的公司已经破产了呀 不可思议的是 听到这句坏话的小黄 不会去厌恶小兰 反而会开始厌恶说别人坏话的小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嗯 因为大脑会把消极的这种氛围 匹配上眼前看到的人 而存进自己的记忆里 在心理学里面做过无数次的实验 而得出的结论 这就是自发性特征转换 再比如说在别人的婚礼 或者是求婚中认识的两个人 开心的氛围 加上对方的面容 就容易喜欢上对方 日后可能发展成为恋人 甚至是夫妻 反正我身边就有两三例都是这样的 这也是自发性特征变化 但是你肯定没有听说过 在葬礼中认识的人 最后开始交往 对吧 我是没有 所以想让对方瞬间喜欢上你 恐怖的密室 负面情绪的电视节目 悲伤的电影 都不是让人喜欢你的场景 一定要避免 或者是更简单 直接一点 聊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以上两个方法 效果逐步提升 难度也在逐步提升 那么接下来就是排名第三的 人际关系 操控法则 回报性法则 有效性直接达到了五颗星 无论好的还是坏的 都会回报给自己 这就是回报性法则 主持人鲁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我就对不起就推了 我们总感觉他好像在采访的时候 说了很多话 其实并没有说多少 说的最多的就是 对家宾的话题感兴趣 炒热话题 然后作为旁听者 这样对方会觉得 好舒服 下次还想和你聊天 所以会倾听的人 才是最会聊天的人 记住会说的人 没有会听的人有人气 这也是在很多心理学调查后 得出的结论 虽然回报性法则 有效性目前是最高的 但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会比前两个法则都难一点 但如果你能够把鲁玉一样的 随身复合加提问练习好 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 沟通交流方面的达人 听到这儿 你可能会说 怎么越来越难 有没有效果好 学起来还特别简单的方式 不要走开 接下来就是 操控人际关系排名 第二的法则又有效 又简单的让人瞬间喜欢你的方法 来了 弗兰克林效应 有效性 五颗心 学习难度 Easy 美国著名政治家 开国元勋 本杰明弗兰克林 在向讨厌他的议员 借书后 反而两人成了朋友 这个故事就发现了这个心理现象 比如能把铅笔借我一下吗 这个网站怎么上传 可以教我一下吗 知道附近好吃的烤肉店在哪吗 帮忙的人反而对被帮助的人产生好感 这种心理现象 我们就叫做弗兰克林效应 如何运用弗兰克林效应呢 特别简单 让别人来帮你做一件小事 然后感谢对方 谢谢 果然厉害就可以了 很简单对吧 记住 让别人喜欢你的最好的方法 不是去帮助他们 而是让他们来帮助你 nice 反复观看以上四个方法 把它实践到你的生活当中 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接下来是最后这个操控人际关系的法则 有效性直接达到了超五星的效果 而且学习难度so easy 来了操控人际关系排名第一的法则 单纯曝光效应 我自己的节目中最常使用的绝招 直接讲精华 就是我们见面的次数 等于什么呢 好感度 啊 单纯来说就是越看越喜欢 在心理学的调查中显示 只见过一次的人 和见过25次的人来对比 见25次的人的好感度会多4倍 4倍呀 举个大家容易懂的例子 你在每天上班的地铁上经常看到的人 如果有一天这个人没有坐地铁的话 你心里会盘算 嗯 这个人今天怎么了 是感冒了吗 还是换了工作 心里会浮现出一丝不经意的在意 这就是单纯曝光效应的影响 还有就是看电视或者网站谁的广告 这些广告的目的就是单纯曝光 在德州大学的调查中 做了广告的黄油 和没有做广告的黄油对比 做了广告的黄油的销售量 要比没有做的高14倍 我们在路上经常看到的一些户外广告 也都是为了单纯曝光效应的目的 明星们经常上综艺也是同样 俗话里有一句混个脸熟 所谓脸熟就是增加单纯曝光效应 单纯曝光效应 还有一个增加的方式 就是提高闲聊的量 从而来提高双方的亲密度 比如新出的哈根达斯冰淇淋 你吃过吗 听说你最近开始养狗了 提高闲聊的量 就等于提高双方的亲密度 不是每天慌慌张张的 在迟到之前跑去公司 然后下来班赶快跑回家里 这样的话就完全没有机会增加曝光 五个操控人际关系的法则 大家可以反复观看实践练习 你的每天会变得更加精彩 点赞关注 我是心灵嗨客松明 我们下期见